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小坪樹怎麼選擇床架 因為很多人都問說 小坪樹的床架要如何選擇 對啊 沒錯 因為你要找到你自己喜歡的 好看的 然後收納空間要夠的 其實是一個非常 蠻困難的事情 因為我們找了一陣子 那我們尋找我們喜歡的床架的第一個步驟 當然就是你要先做你主貨室的一個 房間大小的一個丈量 這樣你才可以知道說 我想要放standard 或者是加大的 甚至king size 等等 當然也跟你的身高 或者是你喜歡睡的 比如跟另外一半睡的距離感等等 這些大招去做一個全面的考量 第二個部分就是 透過這個坪樹的大想 然後跟另外一半討論第二個步驟 就是空間規劃 所以我們兩個要有共識 空間規劃呢 我們可能會想要這個空間不要太緊 因為我們兩個都睡標準 雙門床睡習慣 所以我們沒有特別說想要 一定要雙門加大 加上我剛好也懷孕的關係 需要有陰的床在旁邊 所以我們在空間規劃上 也有很多考量 講到空間規劃 如果你又不想太緊 但是你是小屏廚的話 你的收納空間也是一個 你非常必須要靠能力的點 整體呢 足夠式的規劃就是 現在我們這邊有一個抽屜櫃 對 那其他部分 我們沒有衣櫃啊 是不是的 所以 床的收納空間也是我們覺得 是最好利用的 上鮮室的床架 我們覺得空間利用 是可以達到一個最好的效果 沒錯沒錯 因為它整個 下面的整個床架 都可以做收納 然後這一個的厚度 也有到20公分 可以把小的行李箱 塞好幾個在裡面 還有冬天畫的一花等等 對 那第三個step 就是風格的設定 我們以 顏色 資料 顏色資料跟高度 高度 床頭背板 就是床頭櫃 來做一個風格的設定 然後主臥室整體看起來 比較溫暖 即比較 放鬆柔軟 所以 布面質料是我們一直優先考慮的 對 還有床頭背板 因為我們是選擇布面質料的嘛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類似沙發床 或是比較美式風格的那種 床的背板 可能會比較厚一點 對 沒錯 對 所以如果你選擇比較厚的床頭櫃 等於會佔用到 方走道的一個空間 對 床尾走道的空間 所以我們也一直在尋找說 那背板可不可以比較薄一點 是這一塊 它的背面的背板 床背板 僅僅只有10公分 真的超薄 你要取得一個權衡啦 你要到最薄當然OK 但是太薄的話 其實對於支撐墊 你坐著的時候 會不夠舒服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找的這個時侯們 對我們來講還滿不錯的 那個條件限制非常的多 對啊 我們找了很久 我們終於在哪裡找到 滿屋生活 對啊 真的超開心的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我真的找超久 我真的在網路上找很久 我們這邊就直接跟大家分享 我們是在滿屋生活看到 然後 我們是線到的 他們往往 就是收納空間的床 我們都有看 後來我們就馬上跟他預約 就是現場參觀 對現場參觀 地點很方便在台北市 所以擺了非常多的床架 對 然後他也很熱心的介紹 然後讓我們試堂 以及介紹所有的功能等等的 對 然後五金什麼都有 所以我們直接在現場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下定了 對啊就直接買了 因為 我們就直接就是 欸我要這個我要這個 上鮮室的 他的專利有 然後支撐的重量也夠 然後大家也不用擔心說 那個木板會不會下線啊什麼 他們都是用非常頂級的木頭 然後非常的硬 然後非常的穩固 對啊 然後他是用 他們有台灣專利的一個氣壓棒 得到330 就線的時候他會有一個緩衝力 對 然後加上 放下來的時候 你放的時候呢 他也是會有卡扣 然後把那個安全鎖給推上來之後呢 再用一個重量把它往下壓 對 那這個部分呢 就由我來操心就好啦 對 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因為他們使用是有專利的安全五金扣環 對 所以大家也問我們說 欸這個床架多少啊 CP值好高喔 收到空間那麼夠 嗯 然後又符合你自己的條件 這個床真的是很划算 我們賣 真的 它是under在2萬的 under 真的很難找到 所以我覺得真的非常的棒 有分享到這裡 那大家也可以到我們推薦的 我們生活的官網看看囉 看他們非常多的床架展示 跟一些照片以及功能的 嗯 對他們不只賣床架 其實還有非常多的家具可以散購 我覺得我們有一點晚發現他們的家 所以 對 因為CP值很高 對 有一些家具真的是覺得在那邊買OK 嗯 所以非常棒 推薦給大家 那 link我們就放在下面囉 掰掰 掰掰